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护国神山 珊珊老师 今天这个大盘终于又比较好看一点了 但是到了中尾盘过后 很多人又看到这个万七又不见了 一直在讨论 是不是拉不上去 然后又要倒退流 我们的台股到底会不会有一个像样的反扑 还是只要拉到万七之上就要倒退流 我昨天已经请所有的人好好的注意了 这一次是大家最好的机会 并不是我说这个要买多单 然后要看好 你就是一定要这样子一直在收获 我昨天讲了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有人有误透 但是有人应该是没误透 叫做为什么要讲这四个字 要解盘之前我想让大家先看一下我今天的标题 我想这两句是没有改变 改变的是这一句 这一句今天是什么事呢 先来看看它的表现 3.2万张 老师你很厉害爆充 运造车开出来 因为当行情爆充之际 你要想的事情是 你要继续追价还是要拿钱 今天这张股票 我选择是万般耕耘未喷出 万般耕耘未收钱 对我做到了 这张股票 15.5到今天 我想大家算一下 哇好可观的数字 所以呢 你不需要每次在那边 万七要不要手稳的问题 而是你的股票该怎么做 那我要解盘之前呢 我还是让各位先看一下这些股票 我昨天花时间解了这个股票 今天好像比你想还要强对不对 那这个呢 电来了对不对 电来了 那虽然这些股票今天没有涨停 也没有说看起来很漂亮 但是我所看到的是 有 那这些所有一切都会在解释 因为现在你们所要知道的是大盘 到底万不万七 重不重要 请看 哇 大红十字耶 哇 每逢十字又要讨论了 要不要变盘 你认为明天变上还变下 我先问各位这个问题 大红十字K 今天出现了大红十字K 但是这根大红十字K 有些人可能会解读叫做倒梯字 因为今天肚子扁扁的 下面有虚虚 但是上面的虚虚非常非常的长 通常很多人看到这个虚虚比较长上面 就会说有人在倒货 今天为什么这个行情会这样 其实我昨天已经解完了 请看 今天这个走势对不对 我们先倒到6月28号 昨天唯一根不标准的倒梯字 照各位的解读 既然是倒梯字 那代表上面虚虚很长 那么上面虚虚很长 代表卖压很重 对不对 那如果各位解读这边有人要绕跑 今天就不会再拉这一段 所以要把结构形态组合起来 我想单一开线每个人都会看嘛 倒梯字一定是上面虚虚比较长嘛 对不对 那今天又来了 今天呢这一根不能解读叫倒梯 因为今天有特殊的状况 这个尺来量的长度呢 必须要解读叫做大红十字 我们先来看看昨天6月28号 我说这根线来拉紧 两根黑K之后出现了一个红色的 那么这个红色的是没有过去也没有下来 没有过高也没有破低 那么昨天大家所讨论的是这个量能不够 但是以本间K线解读 我说我在乎它的形态学 形态学我怎么讲呢 我说这个形态叫做低档运出 低档运出今天的关键价必须看17011 那么17011呢今天很显然的 诶一大早就穿越对不对 好一大早穿越 最高还来到17077嘛 对不对已经穿越 所以我跟你们讲的 你们一观察就知道 我早就跟你们讲好 但是我昨天这么说 万七上面卖压非常的重 代表一件事情 市场上惊魂未定 对不对 我都把你们的症结点全部解出来 那么昨天叫做一个价涨量 刚刚说的格局 初步止稳 但是力道薄弱 今天我们还在破低 没有 那今天是不是拉上去 又没涨那么多 所以我最近解完了 对不对 我说初步止稳力道薄弱 而市场的人惊魂未定 那么今天注意了 无论开高开低 你看我没有告诉你 今天开高怎样开低怎样 我告诉你今天不管要开高开低 必须占上关键价 否则弱盘或反杀 今天站上了 站上要守住 你不守 1701在这边 我画线给 来听到这 1701在这 他没有守对不对 他就整个下来 从此以后都没上去过 所以你既然站上去的 你在回撤可以 但是你没有守住就反杀下来 那反杀下来 当然很多人就跟着跑 那这种呢 就是今天这个格局 所以你们看 关键价很关键 我再比一次 这边这条线之上 这个棍子的上面 这个上面叫做1701之上 然后这破下来 这边1701之下 没有整场就没有再上去过了 对不对 所以我昨天怎么讲 我们再回顾一下 我跟你说无论开高开低 必须要站上 你站上要守住嘛 不然就弱盘或反杀 结果后来呢 当然没涨那么多 当然就反杀下来 还好没有走这条路 对不对 然而今天这样会怎么样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这个呢 大红十字 那么第一点叫做16911 那其实呢 这二次大排行法当中呢 算起来只跌13点 跌13点 可是指数涨6点耶 所以啊 变成这个地方 我再让各位看小秘密 这里 这里叫做什么 上涨加速比较多 所以呢今天是谁搞破坏 当然就是那个 还是阿多仔嘛 对不对 那这时候呢 我们来回想 今天既然呢 这条路出来 市场惊魂未定 我已经讲了 那么今天这里 来再拉近 有没有发现这个线比较特殊 它有越过昨天的高点 也有越过这一根 最矮的这一根的黑K的高点 对不对 那既然高点都越过 而且直接拉下来 今天量是不是比较高 比较多 对不对 那么往上走是对的 那么今天搜这个呢 各位说很像倒梯 昨天也倒一次嘛 那照你们解读 倒梯可以被卖压卖很重 今天一定是大跌 但是不是 今天它是呢 也是类似昨天那样 但是比较扁一点 那今天还有虚也 比昨天长 所以呢 这个冲上去之后呢 叫做什么呢 今天虽然万七没有站稳 但是 我昨天跟你讲初步指稳 对不对 那么呢 今天形态转变了 两个星星了 这叫连续星 那连续星呢 明天要请各位注意 是17077 好 那就今天这根K的高点 目前日K二连红 但是呢 万七上面卖压人重 你看 我昨天讲到今天都试用 我再拿昨天的资料 有没有 万七卖压重 惊魂未定 今天再讲一遍 对不对 那大家每分万七都要卖 那 在这个时候请注意了 明天 这条路是最好的 如果能够继续收红 且 量继续增加 今天量是多一点点 但没有很多 明天走第二条路 那就很棒了 能够继续收红 或者是 那个量持续的增加 此波 起功确立 我昨天已经跟各位说了 要初步的指稳讯 当今天很多人看到 哲哲称奇 因为大家昨天惊魂未定 我事先跟你说 这个形态组合 就是已经形成这个状况 那么果然今天第二根的红K 那明天第三根红K 会怎么样 还是虚虚吗 还是直接一根比较大根的 在这里要留意了 所以呢 请你注意了 明日开高 把关键价拿出来用 17077 就今天高点 必须站上关键价 明天开高就要走这条路 因为今天虚虚很长 那否则亦反杀 明天如果开低 虚守今天的低点 昨天的低点 虚守昨天的低点 否则亦破前日的低 好 拉到这儿 明天开低 至少昨天的低点 这根红要守住 不然这一根的大黑 一定会被摘下来 所以明天也是属于 一翻两瞪眼的一个走势 但是今天有些部分的个股呢 已经被我看到 有大手在换 那么这些筹码换到大手上面 那明天他就必须要表态 比较强势 如果换到比较弱势的大手那边 那明天可能这些股票还会照样 但是如果换到那个 比较厉害的大手 那这个股票呢就开始动了 那这时候呢要讲到这个大手 我们先来看这个台积电 因为台股呢要看这个指数要不要动 而且涨得漂不漂亮 当然这档股票跟我名字一样的 一定要注意 它叫做护国神山 今天呢它跌一块钱 其实呢不管它574 572 573 这个呢都不是要考量的重点 考量是它到底什么时候 要往上面去爆盆 对不对 那昨天呢它的这个行情呢 在574 今天呢又跌一块钱到573 前天在572 所以近期一直在这个区块当中游走 那既然在这个当中游走呢 当时6月21号呢 我们要放假之前呢 我说585跟574 两个当分水嶺 上涂跟下破 对不对 回来第一天刚好是574 那我说大家接下来要注意 它到底要不要补缺口 那后来呢缺口也没有全补 但是破了574 来到这一天我有讲过 我说呢 形成这根红色的星星呢 它属于一个中继星 那么中继星呢 它必须要过高 然后千万不能来断角去补这个566 对不对 结果事情又发生了 发生什么事呢 发生这件事情 昨天虽然收黑K 价格上涨 但是这个星星的低点 还守得很稳 对不对 好 这边拉近 因为每次你们看到这个黑的呢 大家都不喜欢 就停在这边 每次看到这个黑的都不喜欢 就说哎呀不行啦 结果呢 我直接拉第二张给比对了 还是黑的啊 可是问题这个 最矮的位置守住了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一张直接拉下来 这个量是不见的 等于说这个红K上去 它指纹的红K 它是量比较大 这两根是盘整嘛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呢 是今天的一个 569 我特别标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最矮叫569 566并没有被逼 但是这两根的K线组合呢 它是形成盘到没有量 所以呢 这个行情叫做呢 有过昨天的高 反打再收黑 那就台积电 但是呢 它并没有破此破的低点 所以各位留意了 明天台积电 如果能够搬回 这两天的高点上面 而能够补量上来的话 那么整个台股 就会我说的 直接翻盘上去 所以要不要万七 明天各位 还是要注意台积电 今天已经很多人来问我 说这个行情处在这边 到底是要弃手呢 还是说要像我这么乐观 我还是这样一句话给大家 为什么 因为当时呢 这档股票 大家呢也是 一跌都不喜欢它 但是只有我呢 不离不弃 全市场赚最多的 那就是我 好 这档 今天我必须跟大家糟告 今天猛爆 爆充到217块 我从155块这一段 经营上来的 全数在今天的盘中倒光了 我定价倒光了 运超车开出来 为什么这档股票 我今天选择这个关卡当中 全部把它倒光 换成现金 下一节回来 我告诉所有的人 金网告马上进来 人员头顾和分析师 今年本间K线88种形态 透析阴阳K线的奥秘 为投资朋友 掌握多空趋势转折 创造人生财富 咨询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人生如股市 变化莫测 石沟石滴 股市如人生 乐极深悲 脾极泰来 唯有客观分析 精准研判 才能成为市场最大赢家 让何老师带您掌握市场趋势 创造人生财富 轮源制服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在市场上 能够心平气和的人真的非常的少 当我每次很郑重跟你们说心平气和 希望你们能够吸收也能够消化 就我从这两句话给了一个月 我不晓得每个人的吸收力有如何 大家能够做到程度会怎样 但是我始终坚持 这件事情比所有的人 不管你要什么名牌 什么船票 什么机票 什么入场票 但是我始终坚持我要钞票 赚到钞票 自然有饭可以吃 当你有饭可以吃的饭票 能够顾得很好 你精神必定很好 头脑一定很清楚 当今天很多人很压抑看到这档股票 才想到我的珍贵 今天这档股票呢 在大家没有算计之下 既然直接喷到217 你想想看 150 160 170 180 200 我想每个人看到它跌就卖掉了 跌就卖掉了 只有我一路坚持 我先让各位看这一段最后一张资料 这里你在哪里我不知道 中间的盘整过程 你早就跑光光 我一直在影射这段过程 空手道八九段很厉害 但是我不晓得N百段 这边我不离不弃 短波段要赚 中波段要赚 长波段要赚 结果从这边猛爆 没有回来 那么看到这一段 如果曾经拥有 继续拥有 到了今天跟我一样 抱了这整段的现金 你有多开心 所以很多人没有办法像我一样 赚这么多 是来自于你们心中的心魔 就如同你们一直在讨论 端午节怀抱变盘 我的考量是 我股票会不会涨 要涨到哪边 我要卖到哪边 而我卖掉股票 我的钱要转到哪一档 对不对 那这时候来回顾一下 今天我为什么选择 在这个地方运超车开出来 今天可以发现 资源这张股票 突然3.2万兆 不是很一阵子没有量吗 怎么突然全部跑出来了 在爆量的过程当中 有两种解读 它今天是从平盘附近 直接一直线往上面拉 当然是一批 比较大脚的人直接拉上去 但是你要想 当它拉的过程当中 也要有人卖给它 才能够成交 对不对 那我今天看到的是 又是一次大量的换手 等于是大手来大手去 那大手来大手去 最后一个结果就是 换手再换手 最后换到谁的手 好所以 今天这一段滚的真的很精彩 所以我用定价全部跑光光 好 卖的高高的位置 你们要佩服我 那今天滚到3.2万张 对啊 后来就没那么高 对不对 所以这一边的区块当中 有一批大手 当然卖的比较多 所以是形成这个样子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昨天202 涨3块 看到这样都没人要嘛 我常常讲一条线很好 买标三条线 可是你们每天都带三条线 这个也没人要嘛 我每天给你解 198跌4块又如何 对不对 那没有人要 那6月26 202 就处在这边 每天处来处去 你们就是不喜欢这样 不耐久盘全部被洗掉 6月21的时候 199 我特别讲这个概念 我常常喜欢呢 讲这个199 299 399 因为入境随俗嘛 台湾很多那个 All you can eat 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呢 大家应该记得 就是我讲的 那每个人都不要 看到今天台数还可以追吗 当然不行嘛 你干嘛追 199到今天217 一张差18块 请问各位数学 18块一张就是1万8 10张18万 你干嘛花18万 去帮人家抬价 对好 那所以呢 要学我这样聪明一点 当然再从这个 5月15号当中 这个当时 我想历史回顾一下 不然你们说 怎么涨上去 我都 就翻一下过去节目 这一段节目 请你每天去看一下 这段我会怎么解字缘 来到这边呢 横盘 我说174跟162嘛 当时几张成交我都有讲 虽然是黑色的 但是我说这里 大家留意了 不要看到黑色你就不要它 结果历史呢 真的会为我做下一个 最完美的注解 这个就是刚才这里 这里 这个 这一天 这边拉近这里 就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就这边是最低点嘛 好我停在这我自己拿过来 对不对 那你们现在看才知道说 原来我的珍贵嘛 从这边直接拉上 那来到这边呢 6月21号刚好要吃粽子 要放假了 我帮各位圈这个圈圈 叫做呢 主力吃货 但是呢 你们只在乎说端午节回要变盘 要下跌 尤其呢在前一天200多五毛的时候 它是磁波最高点 当天我讲过 这是标准的探底线 并且我在节目中 免费技术教学 我跟你讲这叫标准探底线 你们要去参加什么技术班 学什么啊 然后也学不到这个 我这个是一针见血 告诉你叫标准探底线 吃货 那我说下周嘛 就本周回来 吃完粽子回来 再这样二字头 对不对 那当天我已经细数一下了 光这边加上5块钱的配息 50元嘛 对不对 中间我怎么买 怎么卖 还有参加除息 我都跟你们讲了 那回来的时候呢 那回来的时候呢 每个人都说 哎呀大盘跌了 好恐怖喔 怎么样 那这一天的时候呢 这个 它来到207 我说我次日要看它 用什么方式过209.5 对不对 那这里呢 还是持续在滚量当中 对不对 从155.5到这边 那呢 我说次日要用什么方式 来供过209.5 那问题是呢 它没有职工 那这一天呢 我的秘密公开嘛 我是挂 它没有职工 我挂209它也没来嘛 那所以它就处在这 那我说呢高档运出 然后呢 就没有卖掉 没有卖掉呢 来到昨天我跟大家讲 虽然你看到黑K 但是呢 它是属于一个架涨K黑的 霞幅游走 为什么呢 直接拉过来 量不见了 你急什么 人家都不急 你干嘛急 所以呢 我还是持股续报 那结果今天发生什么事 今天一大早就普普跳了 往上面跳了 那当然呢 我今天挂很高的价钱 结果后来全部成交 那全部成交之后呢 才发现 哎呦 217最高 前波高点 叫做 这一根黑的叫217.5 每一个关卡都有它的意义所在 所以我今天选择在这个关卡当中 必须全部卖掉 原因还有这个地方 当时这边大红柱啊 是收黑 对不对 从这边开始就崩下来 所以这边套牢一缸子的人 当时有来找我的 有被我救到的 现在应该是反败为胜N次方了 对不对 这一段套下来 我告诉你要怎么去去经营它 包括小税部 我都有带你做短线的价差 结果来到这边一把全部倒光 是不是反手赚了这一段 那当然今天这个呢 大家看到这个量很恐怖 哇大量换手 有够大量 通常来到这边大量换手 今天虚虚还留蛮多的 刚好遇到前面的关卡 所以我今天必须全速把它卖光 而且拿运钞车把钱载走 这就是今天的原因 那今天这虚虚很长对不对 所以我很聪明 利用这个大量换手啊 来无影去无踪 全部卖光了 那今天直接滚量喷出啊 这叫做符合我跟各位说 万八啊你耕耘未收获 全速费落贷 光从这一段在这边 涨幅61.5元 加上五块钱除息66.5元 五毛一样拿去当家财金 十张66万 一百张660万 这一段过瘾吗 来掌声鼓励 谢谢所有人把这档股票交给我 我帮你反败为生 所以此坡跟大家宣告 暂时大功告成 欢迎预约下一次的买点 当然我这档股票赚那么多 我明天买什么 会再买这一档 还是要买其他的标的 来问我一下 不要用拆的好不好 因为我很在乎这个 这叫做饭票 那饭票呢 当然要有技巧经营 不是你今天乱设飞标 因为有钱随便你买 但是你买的不会涨没有用 对不对 那当然这个 讲到昨天这个利基 很多人佩服我 我们来复习一下 我昨天特别花很多时间 讲利基对不对 今天涨1.5元 我想呢 我先把昨天资料调出来 昨天这张图啊 我有解释 如果昨天节目中没有看的 没有看到昨天节目 把昨天节目去看一下 我特别解了这一张 今天没时间再解了 好 那我昨天画个问号 这边嘿嘿嘿 我画个箭头对不对 好 那我说呢 随时注意反转性 诶 今天这个什么线啊 要拉近 这边一定要拉近 我让各位看今天这根线 这根线好玩喔 今天这根线叫做 反打前三的大十字 直接拉下来 亮出来对不对 好 拉着 反打前三的大十字 各位第一次在这节目中听到 是大十字反打前三 这叫大脚吃货现象 一根K吃掉前面四根 所以直接给你四个字 没货快补 昨天我解的盘 这张没有听的 昨天节目没有看的 去看一下 那我怎么解这个 然后再逗今天的 那你们看完要帮我按很多赞 好不好 那所以呢记得 没货赶快补 不会不会来问我 时间又过了 来来来这个 涨三块可以吗 我不会因为他昨天跌说 这个股票不好啦 今天涨三块 所以你在昨天杀低 今天要花更多钱吗 这张股票属于高档横盘 一定要加油在这里好不好 那这个东元也是喔 他今天也是涨上来 对不对 那昨天还没有表态嘛 今天呢他收这个并列小十字 在这个地方并列小十字 请你做好准备 以上我讲的 你们可以多多参考 昨天节目如果没有看的 去看一下 再把今天的节目逗起来 那在这个地方呢 请大家跟我做一个动作 叫做冷静收获 如果需要跟我同步的 这个方案啊 今天只有 只有今天到明天开盘以前 试用好不好 在这边呢 赶快想办法call me 在这里呢 祝大家做股票 天天一直转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末尊 末尔 杭 动资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